瑞瑞乡瑞北国小除了是智能教育 长期以来也致力推动发展足球运动 男女足俏队出征大小赛世界有不错的成绩 然而由于多数学生家庭经济弱势 经由瑞瑞国中校友翁达云的牵线下 台北南区市智会 特别捐赠了足球专用球衣球鞋袜 鼓励每一位小小球员们能够努力 有周一日也能够带领台湾体检世界杯 每一位足球队员换上色彩线条 设计感十足的足球专用球衣鞋袜 迫不及待上场练球挥洒球技 你喜欢他们的衣服 喜欢很漂亮而且很帅 就感觉在比赛的时候 如果得分穿这衣服 然后庆祝的时候感觉很帅 台北南区市智会 在瑞瑞乡子弟翁达云的牵线下 会长林俊宪总监庄裕如不远千里 亲自来到瑞瑟乡赠送26套足球专用球衣鞋袜 给瑞北国小足球校队 校方也特别举行隆重的捐赠仪式 除了代表校方致政感谢壮 更给每一位孩子一个机会教育 首先要很感谢我们台北南区市智会 能够带来这样的资源 带来孩子在场上需要的球服 球裤还有我们的球鞋 尤其是球鞋 因为球鞋大概孩子 大概一两个月鞋子就已经破损了 所以这次能够得到我们台北南区 市智会的挹注这样的资源 我想造福了我们这边孩子的足球队 他们的训练还有比赛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也曾是足球队守门员的会长林俊宪 也跟小小球员上场踢球互动 他说未来也不排除 挹注更多的资源 来帮助瑞北国小足球队的发展 我们这次第一次办 希望我们的愿望 每年都能来帮他们 到时候不晓得什么东西 尽量配合大家 应该会每年都来 在美国长大的总监庄裕儒 也是热爱足球运动 特别赠送每一位球员 今年挂张鼓励他们努力 有朝一日也能带领台湾提进世界杯 很爱玩足球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很有缘 瑞瑞湘瑞北国小发展 足球运动特色教育成果卓助 培育无数足球国手 甚至于返乡带队回馈母校 今年二月份足球队夺下全国市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冠军表现出色 台北南区市职会会长林俊献更是高度肯定 也将透过国际市职会资源力量争取于日本、韩国 以及美国等地的足球学校地结 姐妹校相互交流 提升花莲足球运动的发展 记者时遇兰瑞瑞瑞采访报导